第五百九十七集 战飞鸿来到张叶身边 施展出传音之术 说道 老弟 看来这个雪三小姐 对你有很大的兴趣啊 那个花枝花 似乎也对你有很大的兴趣 张叶苦笑 这两个人都是武道天骄 哪里会对一个真到九十中期的小人物看兴趣啊 战兄 你多想了 绝对不是多想 我相信我的眼光 周围的年轻强者 也是隐隐感觉到雪三小姐对你有兴趣 所以他们都看你不顺眼 张叶一阵头痛 战飞鸿又是黑黑一笑 幸灾乐祸的 张老弟 听说三十六个武道天骄 还有十个半不灵道强者之中 同样有人在追求雪三小姐 你可要小心了 张叶眉头当时一周 张叶和战飞鸿说话的时候 不断有年轻强者闯过外面的紫色薄膜 进入到虚空店 虚空店里面的年轻强者 很快就增加到一万多人 这一万多个年轻强者 每一个都从数千亿个修炼者之中挑选出来的人物 乃是蛮荒人族精英中的精英 天才中的天才 张叶暗暗计算了一下 发现这一万多个年轻人之中 绝大部分都是真道大宗室 真道九重后期的年轻强者 大约有三千八百多人 而真道九重中期的年轻强者 只有区区的三百人 至于真道九重初期修为的年轻强者 一个都没有 张叶忽然想起了什么 脸色微微一变 我听一位长辈说过 参加人族选拔大赛的选手 一个人族疆域只有三个人 合起来只有四五千人 现在参加选拔大赛的选手 怎么达到了一万多人 怎么多了这么多呀 战飞红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 缓缓地说道 哦 我倒是得到了一些消息 听说一族的年轻一辈 出现了许多的绝世人物 我们人族根本就无法抗衡 为了多多地挖掘出 有潜力的青年人 我们人族圣殿这一次 决定多挑选一批 人族年轻人培养啊 哦 原来如此啊 上万个青年强者的前面 傲然着力这十个人 万宗流 赫然也在其中 这十人傲然而立 就像是十座高山一般 显得异常突兀 这十个人 正是人族年轻辈的 十大半步领导强者 每一个半步领导强者 实力都远远超出 真道大宗室 这十个人站在前面 就像是鹤立鸡群 引来了全场的目光 全场的青年强者 感觉到十人身上的 庞大气息 都感觉到 一阵阵的压抑 脸色都变得凝重起来 战飞红的目光 从十大半步领导强者的身上掠过 缓缓地说道 十大半步领导强者 有一个排名 第一 贺邪 第二 桃花临人 第三 江山北望 第四 断剑 第五 摩抗天 第六 燕珠君 第七 左千秋 第八 陵无极 第九 万宗流 第十 野庄子 张艺暗暗记下这十个名字 笑道 这十个人想不到战兄通通都认识啊 这十大半步领导强者早在五年之前就已经闯荡蛮世界了 他们斩杀过不少的半灵寿 甚至斩杀过半步领导强者 在整个蛮荒世界都赫赫有名 我们人族年轻辈之中 修为达到半步领导的 远远不止十个 但只有这十个人才是最厉害的 他们的威名都是在一次次的战斗中杀出来的 张艺倒抽一口冷气 你是说我们人族年轻一位中 还有着很多半步领导高手 詹飞鸿点点头 蛮荒世界何其大 也不知道有多少的上古宗门和上古势力 他们培养出一个半步领导高手 一点都不奇怪 事实上 能够在四五十岁就接到半步领导的 都是大势力大宗门或者是大世家 各种资源培养出来的 普通修炼者没有一个庞大势力的支持 就算是天资再出色 也无法在四五十岁 紧接到半步领导 张艺恍然 湛飞鸿呵呵一笑 张老弟 你出身于修炼荒漠 仅仅是靠着自己的努力 就修炼到真道九重中期 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如果你得到人族圣殿的培养 很有希望进阶到半步领导 甚至有希望成为一个领导强者 希望如此了 两人说话的时候 大殿之中又有变化 三十六道压抑而高贵的气息 汇聚到一处 形成一道冲天塞地般的感觉 压得大殿里的年轻强者 气都喘不过来 张艺放眼望去 只见虚空殿的最前方 就出现了三十六道身影 每一道身影都沐浴在淡淡的白光之中 就像是神仙中人 三十六个五道天骄 用不着战飞鸿介绍 张爷的心里就明白 这些人正是人族年轻辈中 最出色的三十六五道天骄 五道天骄 又称为天之骄子 他们每一个 都有着不可思议的实力 每一个都有着 不可思议的大器晕 任何的天才 都无法和他们相提并论 他们是上天的宠儿 全场一片寂静 一万多青年强者 都把目光投到了 三十六个五道天骄的身上 但很快 他们的目光又收了回来 这三十六个五道天骄身上的气息 太可怕了 简直是不能直视 修为越是强大的人 生命本质就越高贵 三十六个五道天骄 修为已经超过了半步领导 有人甚至已经是领导强者 他们的生命本质 比真道大宗师强者高贵得多 真道大宗师强者 远远地看上一眼 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压抑 张叶的目光从三十六五道天骄的身上掠过 说道 战兄 你见多识广 能不能介绍一下 这三十六个五道天骄 战飞红 微微一笑 没问题啊 这三十六个人 分别是周天淳阳 北真仙 韩九剑 剑宗园 日月长生 方氏仪 天都真人 阎罗生 太书金 淳于风神 公阳子 文人素素 凤月明 谭台婉儿 东凡 东平 古京京 三宫星辰 重阳 孤仆姑 草丹子 碧穴真人 乌笑天 古鱼真人 华须真人 强爵士 胡思 白龙真人 地法天 鬼忧 雷灵 盘东华 五平天 最后 就是你认识的 花之华 雪三小姐 万宗流 张爷默默记下来 战飞红这时候 又叹了一口气 唉 我们人租全盛的时候 涌现出来的五道天骄 有一百多个 每一个五道天骄 都可以轻轻松松地 进阶领导 甚至可以修炼到 零到九重 冲击传说中的境界 但 这一次人族选拔大赛 一亿万修炼者之中 出现的五道天骄 也只有三十六个 远远不如上一次 我们人族的气运 看来是越来越蠻弱了 三十六个五道天骄 这还不够 当然不够了 一亿个修炼者之中 都没有一个武道天骄 这怎么能算多呢 再说了 我们人族三十六个武道天骄 看起来已经不错了 但和一族的年轻强者相比 并不算什么 一族世界 有着上万个种族 现在 一族强者越来越强大 如果我们人族青年一辈 没有出现更多的强悍人物 我们的地盘 就会被一族快速地吞噬 甚至我们整个人族 都会变成一族的食物 张叶脸色凝重起来 他虽然看过不少的古籍 也知道一族的厉害 但还是第一次 听到别人提到一族的厉害 不过张叶并不畏惧 相反 张叶反而兴奋起来 他一心修炼 一心想要超越蛮荒 获得无穷的生命 强大的对手 可以帮助他磨砺自己的战绩 提升他的势力 让他走得更远 张叶暗暗兴奋的时候 一个清朗的声音 突然出现在虚空殿之中 很好 一万多个选手 都已经来到了 年轻强者们起起抬头 这才发现 不知道什么时候 虚空殿的上方 已经出现了一个子虚老者 一个灰衣中年人 和一个看不出年纪的 彩衣女子 刚才说话的人 正是 子虚老者 子虚老者目光微微环视 老夫 乃是人族圣殿第十一长老座下 第七统领 雨立天 我身边的这两位 一位是人族圣殿第十二长老座下 第三统领 李火峰 另一位 是人族圣殿 第十三长老座下 第七统领 梅彩衣 这一次的人族选拔大赛 就由我们三人主持选拔 人族圣殿 张爷听到这四个字 目光微微的一闪 蛮荒世界生存着上万个种族 每一个种族都有着一个圣殿 人族圣殿管辖着蛮荒世界 一亿万的人类 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 从人族圣殿中走出来的人物 每一个都精通着 通天彻地之能 都有着神鬼莫测的惊世手段 雨列天 李火峰 和梅彩衣三人 明显就是 灵道强者 三人明明站在虚空之中 但张爷却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 三人明明站立在虚空之中 但张爷却无法看到他们的容颜 三人明明站在他的脸前 却又给人一种 相隔万里的感觉 张爷的心里 微微震动 这就是灵道高人吗 真是强悍得没边了 张爷的心里暗暗震惊的时候 回忆中年人 李火峰在虚空之中 轻轻地踏出一步 这一步踏出 没有任何的威势 但全场的青年强者 只感觉到 灵魂像是被狠狠地踏了一下 心脏砰砰之条 李火峰一步踏出 引起了年轻强者们的注意后 缓缓地说道 你们能够进入到这个虚空殿 说明你们都是爵士天才 乃是亿亿万万修炼者之中 最出色的人 得到了李火峰的肯定 全场的年轻强者 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李火峰目光微微一闪 说道 但是 我们人族圣殿 只需要最优秀 最出色的人 所以 我们要进行一次选拔 排名前一百的人 会得到我们人族圣殿的权力栽培 然后 代表亿亿万的人族 参加百族争霸大战 全场 一片寂静 每一个年轻强者 目光之中 都闪动着激动之色 李火峰继续说道 我们人族圣殿 需要一批实力强横的天才 但 更需要一批 潜力无穷的天才 在进行选拔赛之前 我们会对你们进行一次实力测试 然后 根据你们的实力和潜力 排列出一个 实力排行榜 和一个 潜力榜 实力排行榜 顾名思义 就是按照你们的实力 进行排名的一个榜单 实力越是强横 排名就越是靠前 相反 实力越差 就越是靠后 潜力排行榜 是从实力排行榜 分出来一个榜单 按照进步的速度 进行排行 实力进步的越快 在榜单上的名次 就越靠前 榜单 以实力榜为主 潜力榜为辅 实力榜前70名 可以获得一个参赛名额 参加百足争霸赛 而潜力榜 前30名 也可以参加百足争霸赛 实力榜前70的人 可以出现在潜力榜之上 但不会占用参赛名额 李霍峰说到了这里 手掌轻轻一挥 虚空之中猛然一振 两道冲天塞地的巨碑 突然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左边的一个巨大的石碑之上 赫然刻着五个大字 实力排行榜 而右边的巨型石碑上面 也刻着五个大字 潜力排行榜 两个榜单之上 都是一片的空白 显然没有进行实力测试之前 暂时还没有排名 看到这两个榜单 在场的年轻强者 目光之中 都闪动着激动之色 这两个榜单 无疑就是 人族之中 含金量最高的 两个榜单了 如果自己的名字 能够出现在榜单的前面 不但自己受用无穷 就是家族也是受用无穷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